大家好, 欢迎收看Plugged In 今天我们会在节目中 和大家一起庆祝中国新年 恭喜发财 加入我们的肾脏营养师Tania 她会教我们 如何在享受连夜饭大餐的同时 又不会令肾脏增加负担 见一见中国肾脏协会的会员们 听下他们讲述肾病 对他们生活的影响 在Did You Know 环节 我们会分享肾脏疾病的 早期预警讯息 来提高大家的防范意识 大家不要走开 精彩的内容, 尽在Plugged In 大家好, 欢迎收看Plugged In Plugged In是一个关心你健康的节目 特别是你肾脏的健康 在节目中, 我们会讨论 如何保持肾脏的健康 以及如何应对肾脏疾病 但我们也会讲解 器官捐赠的重要性 和很多其他内容 今天的节目非常有趣 因为我们会慶祝中国新年 恭喜发财 今年的中国新年 是公历的2月16号 这一日大部分居住在加拿大的中国人 都会慶祝新年 但其实, 慶祝活动 是可以由2月15号 一直持续到3月2号 中国年会分为12新照 每年都有一个属相 而2018年正好就是9年 12新照里排名第11 如果你想加入华人社区一起庆祝 这个时候就是最佳的机会 中国人有很多庆祝新年的传统 例如, 在新年的第一日 由头到脚都要穿新衣 象征新年新气象 红色是中国新年的重要标志 红色代表着正能量 开心和好运 所以在中国新年内 红色是最常见的颜色 当然, 亦都有派利是的传统 这些利是里面都装有钱 尤其是新年的时候 家庭聚会中长辈 会送给晚辈 虽然在今天的节目中 有很多值得庆祝的地方 但我们亦想提醒你 亚洲人是患肾病的高危人群之一 你知道吗 十分之一的加拿大人 都有患肾病的危险 但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这一点 我会在Did you know 环节中告诉你 肾脏疾病的十个危险讯号 但首先, 中国肾脏协会的成员 会坐下和你们分享 传统的中国新年大餐 和肾脏营养师Tenia 分享一些营养秘诀 如何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不令肾脏增加负担 我不知道你 但听到任何有关美食的话题 都会令我很肚饿 让我们看看中国传统美食 都有哪些 大家好, 我叫Terry 我们属于加拿大腎脏基金会的分会 我们是华人腎病护助会的 我叫Terry 旁边这些就是我们的会友 右边开始就是Patrick Kathy Ken 和Monica 也很高兴 我们能够请到 我们圣保陆医院 我们的营养师Tenia Leung 梁小姐 来介绍一下我们农历年 我们可以吃到的 有益也有美味的葱菜 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的营养师Tenia Leung 开始介绍了 我的名字是Terry 我们是中国传统美食 我们是一篇一篇一篇 的一篇一篇 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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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欢迎来到 Sing Por Hospital 导师Tenia Leung 来介绍一下 中国的美味和健康食物 在新年代 这就是Tenia 所以Tenia 请我们介绍一下 中国的食物 在新年代的新年代 谢谢 Terry Pleasure 所以 有数据的渐渐 有超过2万人的 Canadians 有病毒 或是在危险的 但很多人 不知的 有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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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控制 像是 有数据的 或是 有数据的 健康食物 而有数据的 有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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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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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soned抺制, Divine Diabetes or high blood pressure and having a family history of kidney disease can put you at high risk for developing kidney problems. As part of the team of St. Pauls Hospital our Dieticians who specialize in kidney care can help you manage your blood sugars, your blood pressure in order to help protect your kidneys. Chinese New Year can be a challenging time to eat well just because there is so much salt, there's a lot of eating out, there's a potential for overeating and so I just want to share a few quick tips with you just to help you overcome that 现在我们开始讲警示了 第一个警示来讲 就是你去洗手间的时候 小便的时候 很多时尿液之中 是有泡沫 或者是有血丝的 第二个警示就是 很容易疲倦 眼粉的感觉 第三个警示就是 你的胃口 你的体重 很明显地减轻的 而第四个 我们比较有明显的警示 就是很容易有作呕 或者是呕心的感觉 而第五个就是很容易有头痛 头痛是很明显的 因为有肾病的人是很经常发生的 而第六个来讲 就是晚上去洗手间的次数是多很多 我们叫做夜间频尿 这件事都很明显的 而第七个就是 脚、脚肘或者眼睛 是很容易有浮肿的 而第八个就是持续 身体很容易有痕的感觉 而第九个来讲就是 你的口腔里面是有不好的味道的 而第十个就是很容易有气速 以上这十点来讲 现在你是否知道 现在你是否知道 可以从一个完全健康的人捐赠出来 所谓活体捐神 所谓活体捐神 亦都可以是一个死了之后 自愿捐出来的神 所谓活体捐癌的方式 于尝试血液透析 或者说是涂上做 广膜透析 相反需要弄 相反 換腎對於很多病人來說 適合的方法是如果換了之後 人的健康可以更加好 他們的壽命亦可以更加長 如果要考慮換腎的話 應該要及早告訴醫生 因為如果考慮得早的時候 比如說活體捐腎 可以甚至避免需要在透析前做得到 相比兩種換腎的方法 活體捐腎即是由一個健康的人捐出來的腎 比起已故者捐腎 或已死後的人捐出來的腎 成績更加會好 而且活體捐腎有另外的好處 包括可以預早安排 在病者需要洗腎前已知道 以及可以更加容易配合捐贈者的時間 如果是活體捐腎之後 腎功能會更加好 而且亦會活得更加長久 活體捐腎在全國來說 大約每一年都有500人捐腎 就算在BC省本身有100人一年是捐腎的 捐腎之後的人 身體完全沒有無礙 身體會仍然正常健康生活 在捐腎之前 我們會和捐腎者做一個很詳細的 醫療檢查 以確保他們身心健康 才可以容許他們捐腎 任何身心健康的人都可以捐腎 其中包括你的親屬 比如說爸爸媽媽 兄弟姊妹 或者任何的親戚 甚至是跟你沒有親戚關係的人 都可以考慮捐腎給你 包括你的同事 社區內認識的人 甚至是完全不適應的人 都可以捐腎給你 但是捐腎之前 我們會提供 誰想捐腎 我們會提供所有需要的訊息 資料給他們考慮 以及跟他們做一個很詳細的醫療檢查 以確保他們身心健康 才可以去捐腎 如果是在省外面的病人想捐腎 他們也可以考慮 但是那個手術本身 就要在本省做了 我們很明白要問人 可不可以捐腎給我 是十分尷尬的事 但是我們可以提供一切的協助 你需要做的就是 應該盡早 跟你的親朋戚友 接觸 因為他們的決定 是可以改變你的一生的 我們的醫療團隊 是十分之有經驗 可以盡一切的幫助 去令你想捐腎的病人 明白和清楚知道 捐腎是甚麼事 還有有甚麼好處 對於你來說是十分之有幫助 麻煩你們 如果你想的 應該要盡快和我們聯絡 對於你來說 最初的提供 是一種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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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other place you want to look for hidden salt is things like oyster sauce or hoisin sauce and lots of people don't realise that when you use chicken bouillon powder that's a form of hidden salt when you're eating dumplings or when you want to dip something, it might be better to use vinegar with ginger inside and you have a lot of flavour without any of the salt and I've also made this really nice and delicious, low sodium soy sauce mixture where I've used some low-sodium soy sauce, some white vinegar, some green onions, some sesame oil and it's so delicious and you can use it for your radish cake or you can dip dumplings into them also. So there are a lot of natural ways that you can actually flavor your food without salt. For example, there's ginger, there's cilantro, there's lemon, there's garlic, green onion, lemon grass, star anise and the list goes on with white pepper, five spice, your different types of vinegar and the sesame oil which you only need very little of it to add a lot of flavor. So my third tip is overeating. This is very easy given that for any typical Chinese dinner you're going to have at least nine dishes and only eating one of each dish can make you overly full. So aim to eat about 70 to 80 percent full instead of 100 percent and enjoy your food slowly, concentrate on spending time with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instead of just focusing on food. And walk after meals to help with the digestion after a large meal. Exercise is the best free medicine to help lower your blood pressure and control your blood sugars so what's better than that? And it's also good to enjoy some fruit with your meal too. For example, these mandarin oranges are very popular during Chinese New Year and I want to just point out one important thing. For people who have chronic kidney disease, they need to avoid star fruit. So we don't want any of the star frui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star fruit can be harmful for people who have chronic kidney disease. We're very happy to have Ken here. I want to ask Ken you, you know, you know, the華人神病輔助會每三、四個月 there's a book called 神之友. There's a word called 物語草木同枯, 贈神祭人重生. What is this word? 口號是甚麼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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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號其實是很有意義的 口號其實是在說 口號是在呼籲人 與其自己過世了 把用得著的器官 就可以捐出來 幫助其他病人 幫助其他病人 這件事其實是 意義很大 因為那些病人 是事實上可以改變了他們的一生 後面的一生 亦都改變了他們的命運 不僅是他自己 連他的親人也是 因為整個家庭都可能受影響 所以這件事真的功德無量 我在這裏 我亦都趁這個機會 你訪問我的機會 我就再呼籲一下 大家不要錯過了 這世人的最後一次做善事的機會 因為如果簽了那份 器官捐贈卡 是成功地可以捐贈到器官 是有十一個人受惠的 而這 我們經常說 是吧 救人一命 勝造七級浮徒 是吧 現在說的是十一個人 所以確實是功德無量 我在這裏再說一次我們的口號 物與草木同父 贈慎祭人重生 謝謝你 這就是華人腎臟互助會的攤位 你好, 阿Wing, 你好嗎? 好 阿Wing, 想請問你 華人腎臟互助會是一個什麼組織? 華人腎臟互助會是一群熱心的腎病患者 在溫哥華中央醫院、聖寶羅醫院的神專科醫生和社工支持之下 在1993年1月30日成立這個組織 並且得到加拿大腎臟基金會 就承認它是屬會 我們的宗旨就是推廣華人、社會、各界人士 對於腎病的認識、預防 以及推廣腎臟器官移植 原來是這樣 我想請問你, 阿Wing 是否有腎病的病人才可以參加你們這個會 我們歡迎先後有腎病的病人和家屬參加 但也歡迎熱心人士參加 我們現在這個會 有一些身體健康的熱心人士 做我們的義工 還有, 想請問你 你這個會總共有多少人呢? 以及參加你們這個會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的會這近幾年都 時常保持有百多人做會員 當然有新的會員加入 也有些會員過身 或者是沒有繼續我們的會職 但是又參加我們華人腎臟會 最好的地方就是我們是 加拿大腎病基金會的熟會 一切加拿大腎病基金會會員的福利 我們都是有權享用的 而我們華人腎病護助會最貼身的福利 就是若病人加入了我們腎病護助會之後 就不再是孤身上路獨自作戰了 我們有很多病友可以一起支持 想起我們自己病發的時候 因為對腎病一無所知 而且在電視劇上 經常看到患腎病的人的慘況 我們整家人當時就陷入彷徨之中 接觸了腎病護助會之後 看到我們腎病的病友在相對健康生活 就覺得心頭的大石放下了 現在我們互助會在大溫不同的地點 每個月有三個聚會時間 方便我們的會友交流、聯絡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可以保持我們心理的健康 當然醫療的健康 就要我們的醫療人員來保養我們 我們會有定期的醫療講座舉行 我們會參加一些醫療的健康展覽 還有我們會出版一些資訊的刊物 神之友 這些對我們的病友都有一定的幫助 所以有些中國新的新年代 我們有每年來一年 另一年是一個好想法 一個好想法 有一個有様子 有些草莊 有些玉莊 有野菜 有些糟糕 有些藉莊 有一些你把它吃到 或是好想法 能豐盛 是更好的選擇 and if you wanted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sodium in it you can reduce the amount of Chinese sausage in there you can also dip it in some garlic chili sauce or some low-sodium soy sauce just to help lower the sodium content the next dish that we have here we have some steamed chicken and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saturated fat in it you can either remove the skin completely or just eat part of it you can dip it into some really nice flavorful ginger scallion dip that we have there it adds a lot of flavor without the salt you can easily make that at home in your food processor so we know this is Patrick's favorite and we eat the fish because it symbolizes increasing prosperity and we have the soy sauce here on the side why we've done that is so that we can control how much salt that we add to the fish something that you can do at home is mixing soy sauce low-sodium soy sauce with some low-sodium chicken broth and also combining that with some scallions some ginger some cilantro to just add that extra flavor to this beautiful fish so we've got the Buddha's delight here where it has a variety of different dishes and for Chinese New Year because the focus is on a lot of meat a lot of protein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include some vegetables within your dish to add some vitamins and minerals and antioxidants and this particular dish s sometimes it has mushrooms and it has different vegetables it has bamboo shoots pea shoots and what's great about it it has different ingredients that symbolize different things so for example it has the sea moss in here and this is really delicious it absorbs a lot of flavor and this symbolizes wealth s sometimes it has rice noodles in there that represents longevity lily buds in there that represents living in harmony so a very meaningful dish this here we also have some oyster mushrooms and some romaine lettuce put together another easy way that you can add some more vegetables into your Chinese New Year one thing I want to point out is that many dishes can be made with things such as dried scallops or dried mussels and dried shrimp these are very flavorful but also a source of hidden salt so you can use it sparingly and you don't need a lot of it to bring that flavor through to your dish after the large Chinese dinner typically there are about four different desserts that come up sometimes mango pudding almond cookies you have red bean soup and you have this really special dish here where you have these sweet rice dumplings in a ginger sweet soup and inside the dumplings there can be different types of fillings inside sometimes it's sesame black sesame sometimes it is that red bean mixture all delicious after a large Chinese dinner you likely don't need to have all four different desserts but you can choose your favorite one savor it enjoy it and aim for smaller portions so there is no one diet that fits all for people who have chronic kidney disease some people might need to restrict their potassium or phosphorus but it really depends on what your blood test results say talk to your family doctor or talk to your doctor to get referred to a dietitian because a dietitian can help you design an individualized way of eating to help you manage your chronic kidney disease i hope some of these tips have been helpful to enjoy your chinese new year while still taking care of your health 你知道吗在用餐时大量长期的摄入钠将会增加我们患上一些慢性病的风险 这些病呢包括高血压慢性肾病骨质疏松症肥胖症肾结石甚至呢包括癌症 盐当中的主要成分呢是钠而盐在我们中式料理当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种调味品 接下来就要教给大家如何在吃饭时减少盐的摄入 当我们在中国餐厅吃饭时你可以要求店家少放一些盐少放一些味精少放一些蚝油或者其他的调味品 或者你可以直接要求店家把调味品直接摆到你的餐桌上当你想吃的时候再往里加这样就不会加的太多了 那么当我们在吃一些有汤底的食物时最好不要一口气把这些汤都喝光 因为当中盐的成分实在是太多了 或者呢您可以在当中加入一些水稀释以后再来进行食用 当然在吃饭的时候呢最好多吃一些白米饭少吃炒饭或者炒面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些健康的调味品 柠檬草 柠檬 姜 蒜 芹菜 洋葱 葱 还有五香粉 荷兰芹 百里香以及八角 还有茴香 月桂叶 薄荷以及中式的草本调料 现在你知道了吗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community calendar 2018年已经到来了 而第六届的Kidney Gowla就在眼前 今年我们会将荷里活的浮华和魅力带到温哥华 3月8日在温哥华的Fairmont酒店 我们将为你提供三道菜的美食 鸡尾酒 娱乐 葡萄酒和列酒场 还有令我们令人期待的现场和无声的拍卖 欲了解更多详情或购买门票 请访问KidneyGowla.com 不要忘记Kidney Gowla的网站 关注所有令人兴奋的细节 加拿大肾脏基金会是一个支持肾病患者的组织 如果你觉得有什么我们需要知道 请告诉我们通过Twitter与我们取得联系 又或者在我们的Facebook网页上和我们留言 我是Suki 多谢你收看今期的Community Calendar 以上就是我们Plugged In 2018年的中国新年特别节目 我们很想知道你对节目的意见和建议 你可以上我们的Facebook、Twitter和Instagram留言给我们 喜欢、分享、令更多的人了解Plugged In 你也可以发送电邮给我们 地址是PluggedIn at Kidney.bc.ca 当你在庆祝中国新年的时候 为什么不让你的新年增加一些特别的东西 登记成为一个器官捐赠者呢 非常简单 只需要两分钟登陆Kidney.bc.ca 并点击大大的红色按钮 就像我们腎藏基金会所说的 英雄不是天生的 而是注册成为的 谢谢你们和我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期待下一期的Plugged In再见 恭喜发财 util看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